拿什么打边路会特别出奇不意 可好了我只选一片 哎哎哎没事没事 相信我我十年老礼白了 就不可能输你知道吧 那么自信 必须的有没有信心 好好好 那输了咋办 就当这句话没说 说得好 不是我们这也太没自信了吧 赢不了咋办 赢不了给你脑袋抄三下 那你 那你是不是会有点痛 抄你啊为什么是我痛 哎呀心痛吗 兄弟们我发现 当姚或者明世尹这种辅助 跟着李白打边路的时候 就很容易拿医学 就比如这个 只要他出来抢线跟我打 基本上就交代在这里啦 什么他有闪现 我也有 我觉得这一切都得益于 李白两段E技能的追技能 当然更重要的是 对面几乎都轻视李白打边路 并且谁能想到李白打边 还带辅助的 之后我又验证了几局 但从这几局的结果来说 拿医学的概率真的很高 你看 E技能的裤子A几下 如果是他自己 发现两个人在草里 他肯定 掉头就跑 我们A不到了两段E技能跟上 再A不到了闪现跟上 哭茶子都给他捅了 并且打不过E技能 还来回来怎么样厉害 什么不 不信 那你们再看这一步 嘿嘿 这个还图铁木跑 那他 我都 说了吗 这概率问题 我只是说概率很大 也会有失误的时候嘛 主要是拿医学之后 就该让辅助回去了 不回去的话 最胜不好都是在其次 主要是少个辅助帮其他路 队友压力大 压力大了就会有情绪 有情绪了就会摆烂 当然这些跟我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主要是 容易输 拿了很多次医学之后 我这局有点飘 想着让他全程跟我一局 看一下能不能带起一个 无敌的节奏来 好让我发视频撞一下 开局虽然没拿到医学 但是线上的优势在我 所以附近的野怪 都是我的 哥们儿笑纳了 有了微弱的经济优势之后 再加上小明的加持 对面的司空阵 跟我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屁 我咋求这是 二打一差点被反杀呢 哎呀不重要 重要的是 二换一 我们俩都活着 这伟岸的身影 在对面的鱼心里 流下了一滴泪 让他追随至此 哼 我这该死的 误出安放的 打出优势 再去下路支援一下 顺手再把正式做一做 节奏直接起飞 结果之后的这波 意外就发生了 回去的路上偶遇貂蝉 二打一 似后不从 直接上去揍他 你有位爷 我有闪 在前面的四分钟里 说实话 下路的后翼 挺惨 在按我的想法是 我觉得我能带好节奏 所以集合队友 先把上路给打出来 带走貂蝉 把上路的塔推掉 把线带进去 栽在草里埋伏着 把过来清线的人 一并带走 顺势推掉二塔 至此 上路基本上就打穿了 你先看着 轩 车 车 车 早上我知道这 离不开下落后翼的 忍辱负重 然而事实证明 小朋友不能随便哄 正实话我至今不太明白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就是我安慰他之前 他半句话不再说的 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成没怎么让辅助跟我 结果他反而爆发了 这都不可能参团了 我跟你们讲 不过没有关系 很早之前我就说过 哥们的礼拜分为两种 一种是打得过对面的 一种是打不过对面的 最后给这局里想赢的队友道个歓 不好意思各位 因为我的缘故掉你们心情了